買車的時候 我們因為參考一項能源局 他們做的這種能耗測試 那油車看 這個每公升 對不對 能跑多少公里 那純電車 我們來看 今天告訴大家的前10名裡面 續航里程有NEDC 有WLTC 其實他給出來的數字 相對都更好一點 那Bob哥 我們就來看下一張 到底我們該怎麼樣來看 什麼是很樂觀的數字 什麼叫做貼近實際狀況 對 因為我們講說NEDC 大家都知道說 它在測試的範圍裡面 行駛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而且它沒有一些高速的情境 那我們知道電動車 其實開高速起來是比較耗電 所以大家就想說 有沒有公式可以換算 的確大概會有一個大致的基準 但是凡是有公式就會有例外 是 我們先看一下 所謂的公式就是 如果你的電動車 在高速行駛之下耗電量大的話 可能你的行駛里程 要打個七折 另外是台康嗎 這個表裡面大致上 最異類的就是台康 台康這台車它沒有列出NEDC 其實你去網路上查 台康是有NEDC數字的 它是市場上唯一一台 大家都說NEDC灌水 不準 它有那個關 對 但是它的NEDC 比Dial TV還要爛 好奇怪 好奇怪 對 因為你的NEDC冷氣會關掉 而且NEDC是把冷氣關掉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 然後大家都說全世界最嚴苛的標準是什麼 是EPA 美國的EPA TICON的EPA只有220 但是在美國有一些媒體 它有做實測 也就是用70英里去跑 110多公里 就是高速行駛 跟我們這種測試高速公路很像 但是它竟然可以跑出300英里 所以台康體質真的不一樣 貼近實際我們常說是WLTP 因為它裡面有測一個叫做超高速 WLTC就沒有這一牆 WLTC基本上用WLTP的 這些測試的程序 但是WLTP的測試程序有四種 低速 中速 高速跟超高速 但是WLTC會把超高速拿掉 也就是會降低電動車的能耗數字的部分 把它取消了 所以某個程度來講 它也是一種美化 那因為這張圖表裡面 列出來的車牌相對 來贏 電腦黃金線 來好友募集開跑囉 黃金線團隊要給你 你願意推播 我們家汽車資訊推給你 一交易主題 一手掌握話題的情報 最棒的是 才有一樂意驚喜 汽車周邊好康大幫送 你還在等什麼 加LINE 你現在就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賣好友 讓我們成為最懂你的賣車友 來